第三位的資格賽 應該是最後一輪 來喔 請看第一話 來猜字吧 又從一點開始 完了 你們現在如果剛剛腦子 開始設想的話 應該已經有些字了 對吧 第二話 一橫 第三話 什麼字 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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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說你跟我打什麼招呼的 心 害 雙十 嗨 答對沒有 怎麼樣 怎麼樣 三叔 星期天請就位 男生全面勝負 加油 星期天同學 是 本姓什麼去了 本姓是陳 俄東陳 是 雲林科技大學視覺傳達設計器 他的聲音非常的漂亮 有特色 在錄音室當過配音員 是 然後也有自己的YT頻道的節目 對 就叫星期天 對 就叫星期天 來 只有三分鐘的時間 他會面對他的是第三套的題目吧 來 請公布 太棒了 哪裡 我選路前整開嗓 怎麼開嗓 真的 吃素跟饅頭是什麼概念 因為像我自己是 我的喉嚨對一些食物會有特別的反應 比如說 有的人吃辣會喉嚨不舒服 會倒嗓 但是有的人吃辣就沒關係 會開嗓 對 對 我自己是吃牛肉麵會開嗓 熱的 油的 湯的 熱的 油的 湯的會開嗓 對 就對我來說也很奇怪 但是開嗓其實就是讓你講話 比較輕鬆 你比較輕鬆講到你想要講的東西 譬如你去錄廣告 可能還要你錄得很開心 可是你可能今天心情不好 那你可能就需要牛肉麵 吃牛肉麵心情就會好 不是 吃牛肉麵之後就會有熱湯 所以你就會開嗓 那我的情況是 我在錄前的時候 我不太會吃辣的 炸的 所以我在上這個節目之前 我都是吃饅頭 都吃饅頭 然後饅頭夾蛋 我覺得有點像老兵 就是那種 你好奇妙 有點像眷稱的人吃的東西 可是真的有差 真的有差 上節目前吃了饅頭夾蛋 你就特別有精神 我覺得整個人好親近 這就是覺得 這就是覺得講話變得輕 很清 清淡 很清淡 沒有台 沒有老台了 開嗓了嗎現在 現在開了 開了嗎 開一半 來電氣勢磅礡的感覺 好不好 我來動物星天頻道 好 來 介紹動物的 好 來 我動物都是會介紹一個東西 但那個東西 我是很認真介紹 所以這是個 寓教娛樂的動物節目 可是聽起來 還不想笑的那種 對 不不不不 絕對不會想笑 絕對是認真介紹的 我們來介紹鴿子 好 來 這裡有一隻鴿子 這隻鴿子 看起來雖然是一般的鴿子 可是卻有點奇妙 他的身上有著白色 紅色 還有黑色的條紋 讓他看起來特別極了 據說這種奇特的鴿子 在城裡 城外都會出現 所以動物學家們 也會叫他成城鴿 這還真是不可思議 但是這就是大自然的奧妙之處 好聽 謝謝 好聽 來 請出題 我的答案是 A 芒果 鎖定 那不是說吃甜的容易致痰嗎 但是哪一個比一個甜呢 這個為什麼是芒果 三個都很甜 對 一般來說 我自己不太吃 很容易生痰嗎 我不太吃荔枝 因為荔枝比較燥 比較燥 它上火 那去錄音前 哈密瓜比較寒 是吧 對 所以護嗓的好水果 刪掉一個熱的 一個冷的 就來一個溫的 是吧 對 我是這樣講的 漂亮 這樣推好 雞 雞腳 真的 好 喉嚨痛 哪一些是隱藏版的護嗓水果 你一定要知道 這四個你可能都不太巧得 一個是芒果 還有葡萄 香蕉跟草莓 那芒果大家會覺得說 它這麼甜怎麼可以護嗓呢 但事實上這個 我們通常喉嚨痛 是裡頭可能有細菌發炎 而吃芒果它其實有殺菌的功效 所以它可以幫忙護嗓 另外這個梨子大家應該都知道了 燉雪梨 可以幫助我們生精潤喉 但是因為梨子是偏良性的水果 所以其實你把它在燉煮過後 改變它的那個良性的特徵 會更有效 還有吃羊桃也很好 把羊桃切塊之後 沾點鹽巴吃肉 也是很有消炎指頭的效果 冰糖 燉雪梨 再加點南北杏 那什麼 護嗓 南北杏 男性北杏 杏仁茶 它用在直接買得到 中藥鋪裡面會有男性北杏 是 兩個的香氣屬性不同 杏中和 對 杏中和 杏中和 那我就祝永和 算了 第二題 來 第二題 第二題我選 失眠聽什麼 失眠聽飛機的聲音是那種 類似白噪音的那種 對 因為我是飛機迷 那其實睡眠可以聽的 白噪音很多種 那我是喜歡聽飛機的聲音 這樣我就會夢到 我在搭飛機 他在分享這個 我就覺得他好像在跟我講述一個 聽一個 好像專業 專業播音員 然後再跟你報告一件什麼事情 我不知道你講話輕鬆 跟哈拉打批 不知道是什麼感覺 一定滿有意思的 這件事情 我真的認為你應該去死 那我現在 很標準的 然後很正式的 很正經的那種 正兒八經的對不對 失眠你都聽什麼 來 請主題 美國大學研究發現 哪一種自然裡的聲音 與減少壓力和煩惱有關係 A 海浪聲 B 鳥鳴聲 C 風聲 我的答案是 B 鳥鳴聲 鎖定 海浪聲有時候在徐徐的 這樣子緩緩的 你不覺得 其實我覺得海浪聲也有可能 可是我剛想到一點 就是鳥鳴聲在哪裡 海邊不會有 對 海邊會有鳥 這不是重點 這是你森林裡面會有鳥 那我想到的是 森林裡面會有鳥 那森林裡面有什麼 有芬多精 芬多精聞得到嗎 布丁聞得到 所以有可能它這個 森林裡面的芬多精 森林有鳥 所以常去森林的人覺得很放鬆 但其實不是因為是鳥叫 是因為芬多精 所以聽到這個鳥鳴聲 有可能會引起你身上 有舒服的感覺 有可能會有肺多分 不是 有可能會有 腦內飛 腦內飛 有可能會有肺 你是以為我沒有在聽你講話的 是不是 沒有在聽 就是它這個東西 有可能讓你以為 自己在森林裡面 浸泡在芬多精 好聽 如果我沒有叫你聽 你會講多久 我可以一直講 講要講 覺得它答對的舉手 沒有 覺得是海浪聲的舉手 海浪聲 海浪聲 海浪 人都算海浪 為什麼不是焦題咧 我出了我的鳥鳴 是不是也很好啊 來 蔡玄艷 玄艷 玄艷 蔡玄艷 鳥鳴它的音頻很高 或是很急促 其實會讓人聽得很焦慮 對 而且會想尿尿 會那種 會那種 但是那個是哪位啊 鳥啊 這什麼鳥 烏鴉 我不知道耶 因為我家就剛好住在 那個一片叢林旁邊 我就在半夜 對 那你有比較不煩到嗎 沒有 我覺得它們很吵 心情很差 就可能跟你剛剛講話的時候 感覺很像 那就是大愛 那就是大愛 開玩笑啦 我還在罵人 你怎麼出海的 本來還覺得它挺善良的 不是 剛才還說妖狗 怎麼讓我來寫 誰找他寫啊 他寫一吵 別找他 海浪 你們都選海浪 為什麼 感覺就很舒服啊 躺在海 海旁邊曬太陽 睡 打個盹 多舒服 而且大海不是有很多 負離子嗎 你就可以很放鬆啊 你泡在海裡啊 用拼個 離它很近 拼個 要拼海浪 我聽海浪聲 需要拼在海裡聽嗎 不是啊 剛剛想說負離子 我想說 不聽海浪聲拼在海裡 可不然聽不到咧 這個拜詞 因為你要夠近 你才聽到海浪聲 對啊 你拼在海裡面 還可不然聽不到咧 那個拜詞 好 可是我覺得海浪聲 那個音頻 就是它的頻率是比較相近的 然後它的那個相近的頻率 有周期 對 讓你覺得比較平靜 大家都以為海浪是 把分子往上推 其實你去切分海浪的每一段 它每個地方都會轉圈圈 它實際上沒有東西往上跑 它是一段一段切開的 我們不在乎 我只在乎它 對 我只在乎它的聲音而已 好 好 大家都是好朋友 沒有關係 本來立場就不太一樣 好不好 我們創造種族融合 它是鳥派的 鳥派 全場竟然只有你一個人 他們沒有一個人支持你 我好想支持你 來 請接手 大自然裡的哪個聲音跟減少 壓力和煩惱有關 真的假的 太誇張了 恭喜全部淘汰 好可怕 其實要讓我們的心情變得平靜 並不是說完全安靜 而是在大自然當中的白噪音 所謂的白噪音 就是它不是真正的噪音 但是可能就是一些 蟲鳴鳥叫風聲 或者是海浪的聲音 那他們就發現 即使當我們聽到 海浪的聲音的時候 比較容易讓你產生 比較正向積極的情緒 對 健康是有幫助的 但是聽到鳥鳴聲的時候 則是可以幫助我們 減少負面的壓力 紓壓的感覺 來 第三題 我選 來 這你剛剛講 每天玩模擬飛行 在哪裡玩 在家裡玩 這用什麼東西玩 有一款軟體叫MSFS 它是微軟出的 微軟模擬飛行 那它其實高度還原機艙環境 飛機世界做得到的 裡面也做得到 那我會有真的油門推桿 那再去買 他們會有專門的人做出來 賣一個油門推桿 我說抓個油門推桿的地場 就當作油門就弄了 我在我的電腦房裡面 我沒有地方可以打字 因為我整面做的 全部都是駕駛艙 真的是讓你飛到 兩萬五千英尺這樣子 對 而且可以設定航圖 這樣我就會查 現在機場的航圖 二十八天會更新一次 就跟訂報紙一樣 那我訂閱它這個航圖之後 我會有全世界三萬個機場的航圖 我也可以照著飛 加入他們的行列 然後真的去照那個航線去降落 降落之後就會很有成就感 因為你做不好就失敗 你的祖師大夫怎麼說 他說最近有需要多吃點藥 好酷喔 瘋狂飛行米 瘋狂 來 處理 為了避免耽誤其他旅客的時間 哪一個機場特地設立了標示牌 定性旅客穩別 不可以超過三分鐘 A 印度金奈國際機場 B 巴西聖保羅機場 C 丹麥奧爾堡機場 我答案是B 巴西聖保羅機場 對 為何 你怎麼不假思索 A的話 印度他們是個相對保守的國家 那如果是C丹麥的話 他這個丹麥聽起來 他就不太可能 穩別超過三分鐘 為什麼 我就覺得丹麥這個地方 大家彼此不是那麼熟悉 但是巴西 巴西踢足球的 他們每個人都不熟悉 你就是要跟熱情的國家才有可能 對 熱情就會接穩 接穩超過時間 整個機場都塞住了 這樣不行 所以丹麥不太會嗎 因為丹麥有什麼 大家會聽說的 就是成人片 其他我比較不知道的 就沒有什麼 他的成人片 很有名 丹麥聽很久 成人片 丹麥 可是印度 你沒有想過說 反向思考 就因為保守 所以他不喜歡讓 看到 送的 送往迎來的 看到這個畫面 那他會直接禁止他們 不要輕輕 連輕都不能輕 對 有道理 巴西 謝謝介紹 今天的答案是 丹麥的歐爾保機場 好 我們都知道 其實很多情侶 來到了機場的時候 都會依依不捨 在這邊 就難捨難分 那丹麥他們就很有趣 他們就知道說 每次開車來之後 到機場的大門 這個時候如果你在這邊 親個沒完的話 就會堵住後面的來車 所以他們在機場的大門口 就立了兩小塊牌子 上面寫著 Kiss and goodbye No kisses above 3 minutes 就是叫你親吻 不要超過的人走 影響交通 好了 馬上進行 終極診吧 很好 滿好 好 出來有東西拿 差一題 可惜 一下 你兩下 你四下 好多 莫名見窮 人員都過了 其實還好 其實也還好 有沒有 還可以 借我過一下 好 借你過 好 來吧 很快就過去 好 比快車還快嗎 不會 不會啦 很大力耶 等一下 不會啦 好可怕 好可怕鄰居耶 對不起 再過一下 在那邊叫可是給我躲耶 好可怕喔 兩下就叫成四下怎麼辦 好痛耶 很痛耶 很痛啊 四下 好痛好痛 我們都好像在果菜市場 小力一點 你會殺雞了是不是 你會殺雞了是不是 你會殺雞 還可以了吧 好多了喔 現在好像聞不到什麼東西耶 鼻腔 我叫你那一聽 對 還有嗎... 現在眼貌精心是正常的嗎 正常 對 好吧 那我直接打爆它 我們常聽到人要稱讚一個人 耳聰慕名啊 耳聰 就是要你傾聽的意思 從耳朵輸入一個大腦的聲音 有益於你的智慧成長 這個聲音 就是來自週一到週五 晚上九點的全民心目月 再見 拜拜 謝謝 全民心動略 模範身招募中 加入會員 讓你有鍛鍊籌碼的機會 在社會走跳 總要有兩個意志題目放口袋裡面 聚會聊天破冰 都是很好的幫手 不要再考慮了 按下訂閱的頻道 加上小鈴鐺 全民心動略 趕快來訂閱喔 我一定要不要再次往下個小鈴鐺 阿蘇 我們到處理一下